好 韓劉來報到今天全台灣的民眾應該都覺得早上起床真的好冷好冷 那我們現在呢是在陽明山的這個小油坑這邊 你可以看到現在其實天氣外面就是霧萌萌白矮矮的一片 不過還是有不少的民眾是冒著雨要來上山 因為呢他們先前呢就已經說好今天有這個要登山的這個行程 所以因此呢這個還是都照著行程走 不過呢他們的防寒配備呢是有都升級的來 但你聽斷他們怎麼預寒 好 因為呢臺北呢目前呢是在十度左右 那在陽明山的小油坑這邊呢 剛剛看呢是大概在九度左右 那我們的這個體感溫度呢會在下降 大概兩度大概是六七度這邊 因此呢民眾呢 他們上山的裝備啊 是防水防風以及這個發熱衣 還有暖暖包也都有準備 以及這個熱開水也很重要 像我現在身上呢 就是有穿著這個富帽子的這個防風防水外套呢 這樣子的話走在路上呢 因為有時候這邊風大 你如果風一來 你如果撐傘的話 那個傘很有可能是會吹壞 甚至剛剛是有遊客 那個傘風一吹是直接吹破的情形 那氣象局是預估說全臺灣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降雪的機會 那麼中部呢是兩千公尺以上 那北部地區可能一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就降雪的機率 因此呢 就在陽明山 雖然這個高度可能沒有到達 不過還是有民眾來登山的時候 還是希望可以在途中呢 有這個賞雪的機會 以上 像我最新再把時間交還給國內出國